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被调入邯郸文工团 1976年参加全国曲域表演 行借相省作品《新花》在全国一炮而火 1982年以马记共同创作了相省作品《看电视》 在河北电视台发表 1984年正式成为佛宝林大师的徒弟 代表作《猜谜》《醉酒》《学方言》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好 请看正片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也叫打灯迷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 对 历史很要求了 根据记载看有一千五百年 很古老 你看历史这么久啊 它的生命力还是这么强 是啊 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对 每逢有节假日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 很有猜谜的一项 对 有这么一项活动 哎 猜的人很多啊 也不白猜 有什么好处啊 有赠品 哦 有奖励 哎 那写出来多少条 你猜到了啊 就给你个奖品 这给什么 日记本 嗯 当笔 嗯 有时候给辆汽车 小的 哦 偶虫玩具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 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亚俗共赏啊 哎 你看我们小时候 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让我们猜着玩 哦 老太太也说的 哎 我说一个你们猜猜 哎 您说吧 远看灯了大 近看大灯了 拿起灯了看 灯了上镜窟窿 这是什么呀 破灯了 哦 哦 哦 破灯了 您再说 远看是条狗 近看是条狗 打他也不走 骂他也不走 一拉他就走 这个是 狮狗 有意思 那说一好的 您再给说一个 说猫头猫眼 猫皮子猫眼 猫皮毛短 比小猫大不多 比大猫小不点 这个是 半大猫 老太太很风气 后来我们认识几个字了 就喜欢玩那个文字游戏的 哦 文字方面的 同学们在一块玩 也是有正品的 哦 也不白猜 哎 都是什么呀 文房四宝 纸笔模样 哎 就这些东西啊 嗯 我从来不花钱买 哪来的 赢来的 哦 赢的太多都用不了了 我是咱们改了吧 改什么呢 咱们改一个米语 一包烟 哦 一盒烟短 哎 我会抽烟啊 您抽的挺多 哎 从来不花钱买烟 哪来的 赢来的 他猜这玩意儿 咱们可是有点把握 哈哈哈哈 那那些 咱们就在这儿互相猜猜猜怎么样 咱们俩猜猜猜 哦 好好好 呃 挂什么赠品 哦 赠品是来不及买了 咱这样 能折成款 一个灯米五毛钱 您看怎么样 好 先让你说 我先说 哎 好 我说的灯米 您猜 对 您要是猜着了 你给我五毛 对 您要是猜不着呢 我拿你五毛 对 哦 他这玩意儿有输有赢啊 啊 不 我这光输没赢 怎么 您的 没听清楚 是吗 我是说 我说的灯米 您猜 对 您要是猜着了 我赢你五毛 对啊 您要猜不着呢 你输我五毛 哎 这就清楚了 这清楚啊 不清楚 您还没听懂 您听我说啊 我说的灯米 您猜 对啊 您要是猜着了 你给我五毛 您要猜不着呢 我拿你五毛 啊 我 我 我拿五毛 给你 这才清楚 行 这玩意儿没什么 你长时间就知道了 您听的啊 说 仰看来到五月中 不过得善于 我来指 胡窗铃 嗯 丈夫贸易 三年整 我得规律就行 你看现在报纸上 每天都有谜语 这一来 我要白说 你多看点就懂了吗 您哪呢 啊 您猜我这是什么 你 完了 完了 那先给五毛 哎 什么就给五毛啊 你说完就给五毛吗 什么呀 我说完了 您猜出来 您猜出来 给您五毛啊 这你说这还用猜吗 你得给五毛算了 你 不行 不行 得猜出来 得猜出来 那当然了 不就你说这个吗 啊 你说那个是这个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没听见 听见了 听见什么了 五毛钱 我 就听见五毛钱了 我刚才你说这四句啊 啊 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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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 哦 对的吗 啊 这么回事 哎 人家也可以参加猜嘛 哎 大家一块玩嘛 对对对 是吧 那个 猜完了 你美味给五毛 哎 我美味给五毛啊 我拿那么多钱 只限咱们两个 就咱们两个 头一句怎么说的 眼看来到五月中 嗯 家人买纸胡窗龄 丈夫贸易三年整 一奉书信 淡自空 四句话 打四味中草药 猜 猜 猜不猜 猜 我这人猜名语又奇怪 什么习惯 人家说的第一次 我不猜 为什么呀 我给人留面子 你头一刻就给人猜到了 这不让人难看吗 但是输五毛钱 心里难过 你那预警心肠窄的人 再发生点什么意外 这多不好 为说个灯迷 我不至于自杀啊 问题解释出来 只要合情合理 别让我挑出毛病来 我就算认输 当然合情合理啊 你头一句 头一句是 仰看来到五月中 这是什么药 这个药啊 叫半夏 有这药吧 有 怎么讲呢 一年是四季 三月为一季 争二三月为春 四五六月为夏 我是说 仰看来到五月中 就是夏天 过去的一半 所以叫半夏 四月五月六月为夏 那么你说的是 仰看来到五月中 夏天过去一半了 叫半夏 对 那要是润四月呢 我这里没有润 日历上有吗 我这不算 你看不算什么理由 第二句 家人买纸 胡窗流 这是什么药 这药叫防风 有 那药吧 怎么讲 家人买纸 胡窗 为什么呢 这是防罪 刮风 防风 这合理吗 当然合理啊 不合理 怎么叫不合理啊 已经过了半夏了 每家都换纱窗了 你说这家人 这不撑的吗 把窗户红上了 在防备往里刮风 热呀 那个家人他怕风啊 为什么怕风呢 那个家人是生小孩 生小孩了 是个产妇 行吗 第三句 丈夫贸易三年整 这什么药 这药叫当归 什么解释 丈夫出外贸易去了 已经是三年了 应当归来了 当归 丈夫出外贸易去了 三年没回来 对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呢 看来这家人还够开化的 您甭这么解释 那怎么解释 这家人啊 那个 这孩子哪来的 这孩子可是塑料的 塑料啥 塑料孩子 对吗 第四句 一封书信 半字通 最终草药叫白纸 有 有吧 怎么讲 来了一封书信 拿过来一看 上面连半个字都没有 白纸一张 白纸 外边来封信 拿过来一看 连半个字都没有 对 邮局怎么给送来的 这不是邮局送的 哪来的 是托人烧来的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韩式来信都得有内容 对啊 你这一张白纸 干什么用 胡说话 这个谜语本来不错的 让他这么一解释乱七八糟 没您的谈歌问题的 你不懂啊 事物发展有个总的规律 什么规律啊 应该是从简到凡 从凡载到简 哦 现在说明语也应该简单 我也要通俗易懂 嗯嗯 你说什么 啰哩啰嗦的一大堆 不好 哈哈哈哈 我是不好 您给我们说的好的 简单的 行吗 听着 您说 吃辣 说呀 完了 他就吃辣 人家简单的嘛 这吃辣打什么呀 一种食物 食物 这我猜不炸了 认输了 我认输了 吃辣 什么 炸鸡蛋 怎么炸鸡蛋 你瞧 油热了才能炸呀 鸡蛋 往那热油里一倒 吃辣 这个 我听见 那声音就花五毛钱 我这没猜着 您再说一个行吗 真的 再说 吃辣 又一个吃辣 那个猜不着 这更猜不着了 这比那穴位又大了 哦 比刚才那还深 嗯 那 那我猜不着了 还猜不着 猜不着了 又炸一个 又炸一个 咋嘛 他们有一篮子鸡蛋 吃辣吃辣 我得花多少钱呢 你猜嘛 你看过去说谜语 谁也不敢这么说 说完一个吃辣 还说一个吃辣 哎 我就行 我可以说若干个吃辣 猜不着 您啊 嗯 你不说了 哎 我知道谜底 您就不说了 再说你也猜不着 还说呀 嗯 行 不就五毛钱吗 说 哦 再说五毛不行了 多少钱呢 一块 一块 嗯 说 等等 吃辣 炸鸡蛋 炸鸭蛋 这怎么要换鸭蛋了 你这一块了嘛 还不给你换大点 他 没法说了 这东西没法说了 他那还有个鹅蛋在那等着呢 三个四辣呀 都不算 一分钱也不给你要 全不算了 那这不是赌博 这是游戏 好好好 要真说呀 说扣字的 那好 啊 嗯 一句话扣一个字 人说 半夜叫门问声谁 扣一个字 猜吧 哦 我装装装装 半夜叫门问声谁 比如说半夜叫我们家门去 我问声谁啊 我 我猜着了 这一字念国 我想起来了 你这个水平低呀 我说这么深奥的 你就不好猜了 这些不好猜了 还有什么意思 算了 我刚才说那不算 我换一个 别换 就说这个 我就猜着了 那换一个 猜着了 这字我知道 念我 我说不是 我说是 不是 是 你看 一说是一说不是 你这不是干无时间吗 这个算了 换一个吧 不是不是 甭坏 就这个 一说是 一说不是 这问题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啊 您要不信 咱们就表演表演呢 蔡美宇还有表演呢 要不您不信呢 怎么表演 怎么表演 我告诉你啊 您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比如说 这儿回我们的家 半夜您上我们家叫门去了 我问声谁 您要说我 您就输了 不说我就算赢了 对啊 这儿 这儿就算你们家 这是我们家 你们就住这儿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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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窄点 不行 你们家这房子还没落实呢 这什么呀 是不是 您等等 这儿啊 打比方 比方说 这个是我们的家 您上这叫门来 我问您是谁 您说我 您就输了 不说我就赢了 对 我等着您 行 行 你好 你好 你看还在门口呆着 谁呀 黑金半夜 我在门口干嘛呀 那不凉快吗 凉快 不像话 您得叫门呐 您在门外 我在门里 但我这儿来了 就瞧见你了 还叫门干嘛 这不打比方嘛 这儿比方说 您看不见我 您得叫门 还得叫门 好好好 再来 再来吧 没在家 在家了 在家你怎么不说 我这您那干嘛呢 您得订了当 您要闹烧饼呢 您不是半夜 叫门呐 您得叫我呀 您这城拍门呐 还得叫你 还得叫我 那这回不算了 当然不算了 再来 李不高 谁呀 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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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说吧 什么没说 有像话 您是谁 您说 门呐 您回答是像话吗 您回答得像话呀 还得像话 多新鲜呐 再来 再来吧 李不高 谁呀 出了桥 这是 不小 哎 你看这 出来了吧 还出来了 往外宽我呀 你看你 你看这个人 这干嘛 这么激动啊 这五毛钱 这么急 这白脸 四回这都不算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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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得说我呀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 说我就输了 说我就再输了 说我就输 再来 谁呀 我 你说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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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